大家好,我是安德页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camera来进行拍照 以及如何使用intern的调用系统的相机进行录像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自己做一个录像机 看到录像机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感觉挺复杂啊 其实我们前面学习了如何自己做一个照相机 以及相关camera的设置以及文档的阅读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再来做这个录像机的应用 就会简单很多 那么如何来做一个录像机呢 我们再来阅读一下谷歌官方的文档 还打开这个media and camera 下面这个camera类 我们找一下 这前面都是一些拍照类的 以及camore相关的介绍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地方有一个叫做拍照的东西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首先我们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总共七个大步骤 猛的一看就是看起来有点小复杂 并且里面还有一些小点 那么我们来一步步看一下 看它里面都说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 是打开一个摄像头 这个和我们之前的一样 就是open camera 使用这个camera.open方法 然后是连接一个prevail 连接一个预览方面 我们知道我们在录之前 也是要显示一个 一个一个预览的方面的 那么我们预览的方面中 什么来显示呢 它这地方有一个camera.setprevail display 我们这样来连接这个prevail 然后就是开始这个startprevail 这个和前面也一样 通过这个camera.setprevail 来方法来开启 下面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不一样 就开始录像 前面拍照是直接拍就ok了 那么录像呢 它是要录像 前面这个start的这个prevail 都是一样的 那么录像呢 它是要使用的是这个media recorder 这个应该见过吧 我们这个在录音里面经常用 那么第一步它说 首先要解锁这个camera 解锁这个camera干嘛呢 解锁这个camera来给这个media recorder使用 第二个方法 也就是这个camera unlock 就是我们要首先把这个camera给解锁 解锁完 然后才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录像操作 那么然后呢 是配置这个media recorder 配置media recorder它下面有几个方法 有几个参数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六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一个说先setcamera 首先设置camera 然后呢设置音频源 音频你要这个录像啊 你要录声音啊 还有设置视频源 然后录画面呢 以及这个后面呢 它都是有一些长量值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第四目呢 它说set video output format and encoding 就是说设置视频的输出格次 以及编码 这个地方呢 在安卓2.2以上 和更高的版本 使用media recorder set profile就ok了 这个方法就ok了 如果说你是2.2以下呢 你就需要设置 叫分开设置 一条条设置 比如说设置输出格式啊 为mp1g的 还有set这个录音的编码 以及set这个视频的编码之类的 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set profile 要传一个profile实例 它是通过这个方法来get到的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set这个output fill 就是设置它那个输出文件 以及输出文件的地址 然后我们看第六个 第五个它说set profile display 那么前面我们预览的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拍照的时候 你开启了set的一个 那个profile display 那么这地方为什么 又要set一个profile display呢 那是因为这个media recorder 它要求就是 在你没开始录的时候 要开启一个预览方面 然后呢 在你开始录的时候 也要显示出来一个预览方面 这样的话 我们录的时候也能看到我们录制的 发面 OK 这样就OK了 然后就开始 这个准备录像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media recorder 这个方法 然后还有开始录像 在下面就是我们停止录像的时候 是要调用这个media recorder 再stop的方法 然后再把这个media recorder reset一下 然后还有release它 就是把资源 把资源释放一下 包括这地方 它说 locker camera 就是录完了 你要停止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camera再给lock上 就锁上 到最后再停止预览 然后释放这个资源 就OK了 整个整个流程 录像的流程 大致就这么多 那么我们用代码来具体演示一下 这个整个流程 我们再来详细的学习一下 好 我们就来新建一个工程 你有一个安卓 playcasing 叫什么 叫做录像机吧 包名给它改成 com.at video.com.video 叫做my video my video OK 选一个 最小按dk 19 21的不太好用 空activity 好了 我们的应用创建完毕 那么首先我们先写一个界面 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 一个布局 然后右下角 左下角放一个 放一个 录像的按钮吧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surface wheel surface wheel surface wheel OK 给它起一个ID ID叫做叫做R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id-sv吧 surface wheel OK 这个放成一个button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ID叫起一个叫做bt-take-video 然后我们给它设这个文字叫做开始录像 开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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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它在副窗体的最下面 align parent 我给它 包头 就是在那个副窗体的最下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预览界面 我给它横屏来看 我们要做一个横屏的界面 这是一个surface wheel 然后呢 这左下角有一个开始录像 那么我们一点开始录像就开始录制视频了 OK 那么我们在主界面把这两个空间给找到 button叫做fundv by id叫做r.id 这个叫做按钮 叫做我们也叫这个吧 OK 抢转一个 抢转它button里行 然后fundv by id找到r.r.id id.id heanshv吧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是surface wheel surface wheel 我们叫 sg i4 vf OK 我们让脸也抢转称surface wheel 抢转那个surface wheel comforting 拐出发现代码 好 空间找到了 那么我们呢 首先让我们的Activity变成横屏的 就是变成横屏 这样方便我们来录像 那么变成横屏呢 我们知道在清单文件里面 Activity有一个属性叫做 就是屏幕的这个方向 有一个叫做LandScope 这就是横屏的属性 OK 那么我们创建了一个Surface Wheel 之前呢 我们学习一个拍照的时候 自己做了一款相机 当时大家还是否还记得 我们当时Surface Wheel是怎么用的呢 当时用的是一个真布局 然后呢 我们制定义了一个Wheel 来继承Surface Wheel 实现Surface Holder的callback方法 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get一个holder 然后跟这个holder add了一个callback的方法 然后再set一个type 在这里面有Surface Wheel 三个方法叫做 Surface Correct 还有Destroy的 还有Chin的 现在呢 我们使用Surface Wheel 那么我们直接就在这个MangTuit里面 直接set那个Surface Wheel的callback方法吧 首先我们把这两个给定义成成员变量 OK Ctrl1 Ctrl1快捷键 然后选择这一项 是自动变成成员变量 OK 我们给这个Surface Wheel 首先Surface Wheel .get Holder 先把它Holder对象拿过来 变成Surface Holder 然后给它 首先set一个type 这个type呢 我们之前说了 它是3.0 在3.0的时候 就是它需要set一个type 所以说我们还把这个type给拿过来 我们看这个方法已经过时 虽然已经过时了 但是说3.0的时候还必须设置 OK 把这号给删掉 get Holder 这个是一个过时的设置 但是3.0必须需要 好了 然后我们set它的callback的方法 首先我们演演点 get Holder 然后呢 给它 增加一个callback方法 callback方法呢 我们就定一个类不类吧 定一个类不类 我们来做 叫做 private pass 叫做 来callback方法 实现 Surface Holder S Surface Holder.callback OK 我们实现它里面的方法 我们知道 在它这里面有三个方法 在oncreate的时候呢 我们先做一个 先打开摄像机 先打开摄像头 我们看一下文档上面 这个地方 它说 第一步是首先 先open camera 还有连接一个prevail 就是预览的界面 还有start prevail 这三这三个 和我们之前学的 这个pateau的时候 是都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就在 这个地方写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create的时候 create的时候 首先我们给它创建一个 cameral cameral 然后 然后 cameral 我们通过cameral的open.open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open如果不填的话代表默认的是后置摄像头 如果填成0或者1的话是使用其他摄像头 目前传1是使用前置摄像头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什么就不传就默认使用后置摄像头吧 OK 打开摄像头完毕后 我们给它是set 需要set一个叫做prevail就是预览的界面 prevail display通过这个方法来设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surface wheel的holder给它set进来 getholder OK set完后我们要给它开启预览 这地方是有异常的 我们要给它抓一下 有可能说开启失败 OK 开启一下 在destroy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cameral给它释放掉 我们把这个cameral也给它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OK 我们首先 其实错误了是我们首先判断一下 如果cameral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释放掉它的资源 首先cameral.stop 就先停止预览 先停止预览 然后再把它release掉 cameral.release掉 然后再把cameral给它重新set 重新set一下 把它给它制空 OK OK Surface Surface清几的方法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做些处理 目前我们不需要 就暂时不写了 用一个callback的方法 OK 这叫做写下注释叫做surface surface well的 的肥掉方法 ok做完这些后我们给它set先set一个把这个按钮给它设置一个点击实践 点击实践 set onclick listen 设置一个牛onclick listen 点击实践 倒一下包 好了 录像的前三步 我们前三步已经写完了 嗯 那么下一步就是说要开始写录像 开始录像的操作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忘了 给它添加权限 因为掉用摄像头是 嗯 牵涉到用户的 比较隐私的设备 我们在掉用摄像头的时候一定要告诉用户 我要使用你的摄像头 添加权限呢 是在清单文件里面有一个这个地方叫做promising 然后我们再add一些一个用户的权限 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camera的权限 就是说我们要使用相机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往sd卡里面写写文件 写文件要用一个叫做 往这个write写外置存储卡 我们要add一个新的 刚刚那个camera被覆盖掉了 重新set一下 camera ok 还有一个叫做recorder 就是要录音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录像 录像还要包括录音 recorder audio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三个权限已经add 进来了 包括写sd卡啊 包括掉摄像头啊 包括掉用麦克风啊 发桶进行录音呢 ok 那么我们呢 首先先往手机上运行一下 看下来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 跑一下 看下就点慢 ok 已经 运行到手机上来了 大家可以目前可以看到一下效果 ok 那么 写完了这个预览界面呢 我们就开始写这个开始录像的逻辑 我们刚刚看了文档 说开始录像 这些录像 总共分为好 好几个小步 那么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他说 嗯 第一步叫做解锁 摄像头 解锁 cameral ok 那么我们就开始操作 第一步叫做 叫做 开木耳 我们找到我们刚刚创建的 开木耳 把这个共享出来 共享成 放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是 在可以可以他的时候 创建一个开木耳 首先 unlock 解锁摄像头 第一步写下注释 第一步 第一步 解锁摄像头 解锁 解锁摄像头 ok 第二步呢 它是要set一个 media Recorder 配置这个media Recorder 然后我们先创建一个 media Recorder ok media Recorder Recorder 叫做 recorder media Recorder ok ok 我们要导向 不用导向 ok 把它定义成内的成员变量 那么我们set 要set的参数 首先是set一个cameral 把这个cameral传进来 ok 然后呢 那是sit 这个是sit 这个是sit的cameral 我们看一下 第二步是sit的cameral 第三步叫做sit 音频源 sit audio sauce audio sauce呢 我们 这个地方是一个长量子 叫做audio sauce 这里面有几个有好多参数 比如说第二个是默认参数啊 还有mic mic就是麦克风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用麦克风吧 因为我是用麦克风来录音的 然后呢 创建一个set video sauce video sauce 这里面也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有有默认的一些默认的一些cameral video sauce video sauce 有cameral有默认的我们选cameral吧 ok set 玩这些 音频源和视频源 那么我们就还有一个叫做set 叫做编码格式 知道刚刚 这个地方 他说编码格式 编码格式呢 是用这个set profile来这个方法来做 然后profile里面传了一个 传了一个profile的实力 使用这个get的方法来获取 我们来写一下 profile 这个叫做 叫做 直接写吧 叫做 camer profile.get 这里面传了一个印的值 这个印的值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获取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视频的质量啊 还有一些 各个分辨率的 看一下720p啊或者101080p啊 那么我们就选一个还有一个 嗨我们就选一个嗨我们就选了嗨吧 这个 然后我们set一个 output fail output fail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传一个叫做 传一个叫做输出路径 这就是文件的输出路径 那么我们就要set一个直接写吧 sd卡的根目录 mnt-sd card 然后加一个文件名文件名呢我们还用 systerm 我们还用系统开机时间吧 systerm clock 啊 然后 然后加上一个点mp4 点mp4 ok 写完了输出格输出格式 然后我们写一个还有叫做继续给他set一个预览方面 一两方面呢还是通过s通过s 通过surface gat holder 给他set一个后 gat holder gat surface 他穿的他我们看一下他穿的是一个surface ok 写完这些呢我们就要就开始准备 准备完毕以后 然后就开始录像 start start ok 这有一个异常我们给他普货一下 抓取向 拆开一下 直接拆开一张一个sf 好 这代码写完了我们来写下注释 首先呢 好 是 你在后面写吧 首先是解锁摄像头然后创建一个多媒体记录器 这地方是 创建一个创建一个多媒体记录器 创建一个media recorder 然后呢 给他set一个 给记录器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 给记录器 设置 摄像头 然后 第四步 设置 音频 圆 第五步 设置 视频圆 然后第六步是设置 输出格式 和 编码 注意这个地方是要在安卓2.2里以上是要用这个属性 如果是安卓2.2以下就像文档写的就要使用 这几个方法来做 我们看一下 使用这个 像单独设置一个输出格式呀 像音频格式呀 什么的 我们 这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七个呢是 设置 设置文件输出路径 ok 提八个叫做 设置预览 做完这些呢 我们 参数设置完了 当然要 让摄像头开始准备了 准备 然后第十步就是开始 开始录像 第十步 开始录像 OK OK 整个 录像的核心逻辑就这么多 包括这个十个步骤 从 接受摄像头啊 创建多媒体记录一样 直到最后开始录像 那么 那么刚刚呢 我们那个界面上面有一个开始 录像的按钮 我们看一下 开始录像 我们 让他点击开始录像的时候 让他变成暂停录像 我们可以开始可以暂停 这样的话我们来改一下 在这个点击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 通过这个will 点 通过will 我们获取一个button的对象 叫做button吧 button等于 把这个will抢转成 button button类型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判断 如果 如果说 这个 获取 开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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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 点 一块的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button 点 该的态势 就是说 如果是开始录像呢 那么我们就开始 然后呢 把这个文字给他塞 塞了成 把这个button 给他塞 塞 塞的 塞 塞的 成 暂停录像 暂停 暂停录像 相反呢 我们IOS 首先给它设置成 把文字给它设置成开始录像 设置成开始录像 开始录像 然后就是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 停止了我们就要肯定要把它资源给它设置 给它释放掉 首先把这个recorder先暂停 把这个多媒体记录器先给停止掉 然后再把它给释放掉 然后再把这个 给它重新reset一下 给它置为空 OK 还有一部叫做camera.lock 我们也来写一下主事 叫做停止 停止 多媒体记录仪 记录器 然后 释放 消费 锁定摄像头 好了 整个模块 我们已经写完了 那么我们就来 往手机上运行一下 看一下 看下效果 好 我们看到我这个工具 我看一下能不能够横平 可以 可以 可以把界面横过来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的整个应用是 屏幕是横向的 好 下面左下有一个开始录像 那么我们就来录一段视频吧 点开始录像 现在正在开始录像 现在正在开始录像 点暂停录像 OK 我们点开始录像 我们先把Log打开 先把Log打个 打开 定位到我们的App OK 我们点 点开始录像 点 体软件停止运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 怎么回事呢 这上面它说 全线拒绝 全线拒绝 就是文件读写一场 全线拒绝 那么我们来应用里面看一下 看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权限 写的对不对 我们看一个是 Zwet Content 肯定不是这个 我们要是我 我们申请的权限是 我SD卡里面写文件的权限 而刚刚我们选择错误 变成那个写联系人的权限 这个肯定不对 那么我们改 给它改一下 把这个 嘴目误掉 重新set一个正确的权限 叫做 write 外置存储卡 OK 这次我们保存一下 确认一下 是否正确 这也告诉同学们的 这也告诉同学们的 就是通平时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 一定要认真一点 就是当我们写一个东西以后要再回头检查一下 防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以免让我们影响我们开发的时间 OK 那么我们添加了正确的写SD卡权限以后 我们就来再次运行一下 发送到手机上 OK 已经发送到手机上 那么我们就来录一段视频吧 点开始录像 录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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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们把这个视频导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找到我们的设备 找到存储 这里面有个SD卡零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文件太多了 现在是 2点04分 OK 这个文件应该是最新的 那么我们导出来看一下吧 导到我们的桌面 OK 我们可以看到录的视频的文件是比较大的 比上次拍照的大小大多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选的高质量的视频是10.3兆 那么我们直接打开一下 录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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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个音响声音有点大 刚才没有吓着大家吧 我们刚刚看到 是否听到视频里面 录像测试这几个字呢 这就是我们刚刚录的一段小视频 包括声音啊 包括发面呢 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自己做的录像机已经成功完成了 当然这个录像机的功能 包括界面还是比较粗糙的 大家下去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些完善 比如说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啊 比如说增加 把UI做一些调整啊 之类的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